推動非龍四雞蛋的動保團體 常連為母雞發聲 爭取動物的福利 上午他們組成的母雞工會 前往四大連鎖素食店 再度陳情 呼籲業者能夠全面轉型 不再使用跟販售 母雞被關在狭小籠子裡生產的 龍四雞蛋 穿上母雞道具服 動保團體來到連鎖素食店前 大跳活力健康操 呼籲素食業者別再使用 把母雞關在狭小籠內生產的雞蛋 而是改用能讓母雞自由活動 重視動物福利的非龍四雞蛋 使用非龍四雞蛋 才有可能讓母雞跟消費者都健康 像這樣把幾隻母雞 關在A4紙張大小的籠子裡面 母雞無法張開翅膀 不可能洗鯊玉為自己除蟲 動保團體認為母雞被當成鏟蛋機器 上午分別來到四大連鎖素食飯店 包括麥當勞 肯德基 漢堡王 與摩斯漢堡 呼籲停用不仁道方式生產的蛋 臺灣麥當勞 回應使用的雞蛋 安全衛生 無魚 無藥物殘留 符合國內法規 目前以順應動物福利飼養的趨勢 持續逐步導入政府認可的飼養方式 生產動物福利雞蛋 並使用於餐點中 也會持續評估及調整動物福利雞蛋的採用方式 記者 美式麒麒麟 臺北報導 在錄像